大家好 我是勞聯的副主席 楚漢松 大家好 我是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方成浩 今天我們兩位來到政府總部 就是做甚麼呢 我們在勞聯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約了運防局局長陳凡先生 就回到我們機場員工近五個月以來的府房 向政府提出意見 在這裏 方先生 自疫情爆發以來 我們機場員工都是受無薪假 減OT 減津貼 這些情況一直都是困擾 收入大減 情況是怎樣的 唉 情況真是慘不亨 因為可以這樣說 我們的徵酬結價經常在說底薪低 是需要大量的OT 是需要我們亦都有其他的津貼 現在由二月份到現在開始 可以這樣說 OT 是零的 津貼是大減的 我們底薪本身是偏低的 無形中形成了我們現在的薪酬結構 可以這樣說 減了三分一 甚至乎是百分之五十 哇 很嚴重的 這個情況是普遍的 員工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在政府在這方面 可以幫我們一把 我們要求很簡單 是每個月二千元為期六個月 支援我們每天上班 去搭車 或是膳食 甚至買口罩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照顧一下我們 我們可以這樣說 讓我們還有少許動力去繼續在這裏 亦都看得到政府 都會看得到我們機場這班僱員 不要那麼多國防疫 在推出的節節下 都遺留了我們航空界 是 所以我們在會上 勞亂的代表和空運的代表 都向懲罰局長提出了幾點的訴求 第一 就是剛才方生所說了 希望向受影響的機場員工 每人每月派發二千元為期六個月 第二 希望政府主動介入遊說 各個機場公司和刑辦商 參與第二期的補就業計劃 保障我們員工的飯碗 同時停止無薪假計劃 在會上 陳凡局長回應了我們的訴求 第一 他會與勞福局局長商討 第二期的補就業計劃 會否有滴落效應的作用 幫助我們機場員工 第二 會否再與機管局商討 會否再推出一輪措施 幫助我們機場員工 在這裏 盧聯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以及立法會議員 潘兆平議員 都會繼續跟進機場員工的訴求 督促政府 盡快推出航空業的僱員支援計劃 在這裏 各位會員工有 記得密切關注我們盧聯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的Facebook 記住